自闭症儿童也被叫做行星的孩子 因为他们就像遥远月空中的行星一样 只是独自的闪烁却无法和外界正常交流 他们不聋但是却对声音从而不闻 他们不忙但是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是耳不见 他们不雅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话 直到今天自闭症依然无法实现彻底根治 但如果尽早为他们进行康复训练的话 这些孩子还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基本上达到康复 自闭症也称为孤独症 而自闭症儿童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 独自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 既神秘又难以捉摸 如果你看到自闭症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行动 自闭症在1943年 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李奥肯纳医生首次提出 当时他描述自闭症是一种罕见 并不可治愈的严重精神障碍 但2013年开始 美国精神病学会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指出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 和与儿童智力落后 发育落后属于同一类问题 只不过导致自闭症的因素 至今仍是个谜 医学专家自80年代开始就发现自闭症的发病率其实很高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统计 截至2020年3月 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两个人是自闭症患者 而在马来西亚 全国共有30万人患有自闭症 自闭症一般上在幼儿时期就会开始显现 只要我们尽早发现并马上开始正确地引导 自闭症的症状是可以好转的 对待自闭症 我们需要多用点心 散发多一点爱 为他们创造一个温柔的社会环境 或许这样就能够让他们的世界多一点温暖 大爱新闻 余少连李佳英马来西亚报道